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的6月4号星期日 我们一起来继续聊聊菲律宾的事 今天照例聊我们 5月访飞人员目的占比 那么5月份访飞人员占比 最多的依然是旅游 上个月是63% 这个月有一定的下降 毕竟上个月有一个清明节小长假 然后又接着一个五一的小长假 很多人在五一之前 就来到菲律宾玩 或者衔接着五一一块过来的 那么5月份也没有一个太长的假期 所以来的人相对就少一点 那么5月份来菲律宾旅游的人 有一个特点 就入境菲律宾的朋友近九成 都是持美日澳心 这些签证采取过境签的办法 然后在菲律宾玩个七天 当然了也有的七家N天 最长14天的方法去签 在菲律宾多玩几天 因为这个没办法 因为根据很多 我周边的中介的朋友讲 说现在菲律宾很多的使领馆 包括在海外的使领馆 比如像泰国 一些其他国家 都已经削减了对华人发签证的数量 所以签证就更为紧张了 据说迪拜可能那边发签 都要等九月份了 这个我没有去证实 但是我们中介的朋友 这么说的 要排队排到九月份了 不过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你说你菲律宾真的是想 看我们中国人 不知道我们来 那你为什么又那么轻松的 准许我们拿着其他国家的签证 第三国的签证 来用过境的方法 来入境你们菲律宾呢 对吧 然后比如说 办理一个日本签证 单次签证 两三万块钱人币 然后拿这签证就来菲律宾了 你看人最后还是能 跑到你们这菲律宾来玩 对吧 然后那签证前 你们菲律宾也没挣招 让日本人挣走了 所以难怪 就是有人在说 说这届小马克思这个政府 这届政府呢 都他妈是一帮椰子 为什么呢 那那椰子里面是只有水 对吧 反正呢 不太好使 这脑子 除了理由之外呢 五月份的访飞的人员当中啊 办理退休移民的 投资移民的人啊 特别多 而且很多就是刚过五十啊 就开始来菲律宾啊 就来办这个 这个这个退休移民来了 这个在之前呢 并不是很常见啊 就是笨的人很多 真正能来的呢 就是十之一二吧 这样一个水平 现在呢 就是只要问清楚啊 需要什么东西 人就来了 结果发现 哎呀 那个无犯罪证明 被开 对吧 这个见好一起了啊 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呢 特别的火 甚至有人呢 这个在年龄不达标 这个金钱又不够的情况下呢 选择呀 这个假结婚 跟菲律宾人假结婚 好拿这个13A的签证 不过这个吧 我觉得您要是 在国内也没结婚呢 干脆您就在菲律宾 真结婚得了 反正以后也要结婚 对吧 那就一步到位 对吧 要不然能以假结婚呢 保不去后面 我也不知道有什么风险 因为这事我还是第一次 不能说第一次听说吧 就是说 突然这一个月 看见好几期 你知道吧 我也蛮震惊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 这一个新的商业手段啊 反正就突然就出现了 排在第三位的呢 还是来菲律宾经商的人 这个占比呢 上升到17% 上个月呢是10% 等于涨了7个百分点吧 目前能来菲律宾经商的人呢 主要从事的还是电商啊 零售啊 旅游啊 特别是旅游的人 现在回归特别多 因为这包括我们都把该地吧 我已经看见 五六位七八位 亲爱教练回归了啊 然后 开始重新打理自己的生意 其实这个现象还挺好吧 说明大家对这个旅游业呢 甭管实际情况怎么样嘛 最基本上对未来还是没有细心的 那么第四 第四未来菲律宾最多的是留学生啊 占比7% 比上个月呢 13%是下降了 下降了6个百分点 主要原因呢 还是因为 那个2022的学年 2023学年啊 在上个月 月底的时候 基本就结束了啊 很多大学呢 就停了这个学年了 开毕业典礼了 所以呢 很多留学生就回了 那么有些留学生来啊 真是迫无奈 为什么呢 一直在排这个旅游签嘛 这个学期签诉了 才拿到旅游签来 尴尬了 就把这个学期上不了课了 只能等新的学年了啊 就打算呢 可能先把旅游签 把旅游签换成这个 学签啊 来到时候回国 等那个下期开学再来 我估计啊 您也不用折腾了 您就等着把学签办完了 新学年就开学了 以菲律宾这效率啊 真是挺没折的 然后呢 上个月呢 也有很多拿了 拿到这个毕业证的 这个留学生啊 找我 希望我能帮忙呢 去办理一下 这个中游签的认证 至少呢 能办一下 在菲律宾这边的双认证啊 然后拿这个认证 回国再做线上申请 不过这里呢 有些事情呢 我真的是没法办 因为我不在马尼拉嘛 像那个EDU什么的 很多地方 就外交部啊 跑不了 就委托给这个 在马尼拉朋友帮忙 结果呢 他们一听 是那几个 被点名过的学校啊 就避之不及吧 也不接啊 这个 他们这一说 我就懂了这个原因 我相信啊 很多身在其中的朋友 也能懂这个事情 就不必多解释了 对吧 您要是没听懂呢 也就别懂了 反正这种事情呢 知道越少越好 剩下呢 是来个点吧 来菲律宾的朋友呢 主要是集中在这个 学习英文呢 求职啊 还有在这边 寻求新的生活啊 当然还要找对象呢 也挺多的 也挺多朋友吧 来这边找对象 毕竟现在国内结婚 找对象 不是个容易的事 反正在菲律宾这边吧 大家至少觉得容易 这个信心比较高 所以来的人比较多 突然我就觉得 现在菲律宾 旅游业虽然不灵 但是其他的行业 都开始还起来了 也挺好了 反正加油吧 不知道下个月又能怎么样 得了 其实跟大家先扯在这吧 再继续扯谈菲律宾的事 再继续扯谈菲律宾